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午9点 张继科突作意外决定 科文链告吹 刘诗文彻底死心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阿三坎球 我是阿三 在视频开始前 辛苦大家常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按阿三的视频 给更多关注张继科以及刘诗文的球迷看到 谢谢大家 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那么最近的张继科做的一个意外决定 那我们知道其实张继科和刘诗文那个练琴的意思以来的话那么在整个乒乓球圈呢 都是很多球迷非常津津乐道的一个对象 毕竟他们两个人的从小十几岁进入国家队之后的话 在这个过程当中的一直互相陪伴 一直陪伴着训练啊陪伴着一起比赛出国比赛等等的 真的是朝夕相处 虽然说两个人的并不是邻居但是其实从小到大这种情依的话本身就已经是青梅竹马 所以后来他们两个人走到一起之后啊其实很多球迷啊也都非常的期待 他们两个人能够白头偕老携手组建家庭 这样一来的话也能够成就了乒乓球的一个交化 金铜玉你组合起来也确实是很多球迷所希望看到的一个美好的结果和局面 但是我们也知道目前来看了啊张继科虽然说没有推议但是在最近几年时间里面呢 他把更多的重心是放在了娱乐圈这边去发展 他把更多的一些事业重心呢也是放在了综艺节目上面 所以可以看到目前来看的话刘世文呢还留守在国家队这边呢 成为一个现役球员两个人的一个距离好像是越来越大 所以其实很多球迷也都很担心说他们两个人呢最终会不会说彻底断了联系 甚至之后啊可能连朋友都没有得做呢 毕竟以现在的一个情况来看两个人的一个 这个轨迹呢基本上没有交际了而且是两条平衡线一样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的圈子 所以很多球迷也都担忧说呢他们两个人之后可能却会彻底呢 变成一个 陌路人 而就在最近的上午9点钟那么随着张继科这边做了一个意外决定的那么可以说让他们两个呢可能是彻底没戏了 那就在最近有媒体拍到的那么张继科最近呢 也是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带着他的绯闻女友呢在三亚这边呢 去旅游 而且呢两个人还被拍到说疑似甜蜜过夜 并且两个人呢还是甜蜜去打了高尔夫 做了很多非常开心而且完全是两个恋人所做的一个事情 所以其实啊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啊都让很多球迷也猜测说呢 很有可能将张继科这边呢接下来他的一个绯闻呢甚至更多的一些恋情呢都会曝光 而且在此之前呢他和这个绯闻女友张锐的话其实还被拍到一起逛超市一起买东西 所以很多球迷其实也都猜测说是不是就做实了他们这段恋情呢 尽管说目前张继科呢已经在网上发声明辟谣并且要大家呢不要再造谣 但是从目前的一个情况来看呢他们两个人的一个亲近距离呢确实走得太近了 也难免要很多球迷真的是猜色纷纷 而且关键是这个张锐在此前呢是娱乐圈的明星 喜欢抽烟好像还结过婚 所以这样的一个女明星和张继科走到一起之后的话也让很多球迷认为呢 基本上他可能之后的话和刘诗文基本上也没有后续的一些发展的可能性了 所以我估计刘诗文如果说还留恋的话还如果说现在看到这段恋情或者说这种绯闻呢 肯定会彻底的死心了 毕竟对他来说呢现在他还想继续在拼搏乒乓球这个行业当中的去拼搏 尽管作为一个三四二岁的老将已经不年轻 但是一旦有机会他还想继续留在球场上去发挥自己的价值 去帮助国家对取得好的成绩 而现在张继科呢完全沉浸于娱乐圈的那些东西里面可能确实和刘诗文呢完全是两个 不同的一个人了 所以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他们两个人已经是渐行渐远之后呢也基本上不会有 在任何的交集 所以可能对我们所有球迷来说呢尽管是不愿意看到他们两个呢是渐行渐远 好了本期的阿三砍球就来到这里 喜欢阿三的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分享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